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消费者说 我是沐晨 在国内5G建设还不是很全面的情况下 5G手机的大战就已经拉开了 荣耀V30的发布会上官方宣称多项对比碾压有伤 今天我们就来现实碰一碰这个荣耀V30 Pro和小米9 Pro的表现到底如何 旧手机 破手机 旧华为 破iPhone等各款手机高价回收 这是置换5G新手机 快去店铺民族数码 撩客服吧 5G网络是荣耀发布会上小米被diss的最惨的一点 事实真的如荣耀总裁赵明说的200多秒那么恐怖吗 首先我们来到成都青阳区的电信5G体验厅 荣耀V30 Pro和小米9 Pro 5G用speedtest同时抢网测试 荣耀V30 Pro下载450兆 上传52.1兆 小米9 Pro 5G下载449兆 上传55.8兆 几乎没差 在单独测速 荣耀V30 Pro下载791兆 上传125兆 荣耀V30 Pro 5G上载753兆 上传91.5兆 荣耀稍微领先 在5G覆盖良好的环境下 荣耀确实要更快一丢丢 但远没有发布会上的差距大 随后我们测试5G的收网情况 从成都的万年厂二环路这个地铁站SEIKO 一路向泰深蓝路这个市中心走 大约30秒左右小米粘上了5G 小米有5G了 小米现在有5G了 然后荣耀现在是没有的 然后小米又跳回去 小米又跳到4G了 现在是5G不稳的情况 我们接着接着走 但短短几秒钟过后就调回4G网 荣耀在3分10秒左右连上了5G网络 并且稳定抑制连接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 荣耀是5G 小米现在还是4G 接着往回再走25分钟 荣耀基本都能稳定连接在5G 小米偶尔那么闪现一下5G的图标几秒钟 又调回4G了 现在依然小米是4G 荣耀还保持着5G 因为担心是偶然情况 我们又给小米开关了飞行模式 仍然没有连接上5G 现在小米还是4G吗 小米仍然是4G 荣耀还是5G 那我们暂停一下 然后开一下飞行模式看一下 两者同时开关飞行模式 小米是4G 然后还切了一下HD 荣耀这边是5G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整个5G的单一样本测试很不严谨 但仅仅从这次测试的结果来看 荣耀V30 Pro的收网能力和年间稳定性 要远超小米9 Pro 5G版 同时麒麟990 5G芯片支持更多的5G频段 所以5G网络测速环节 荣耀可以说是完胜 小米9 Pro 与V30不同 Pro这颗麒麟990 5G 处理器是一体集成的 小米9 Pro 5G则是骁龙850 CPU跑分无论单核还是多核 V30 Pro都有至少10%的拧先幅度 但在雷兔度环节 米9 Pro反超4000分 主要图形是骁龙的传统强项 和平均极限帧率加高清HDL画质 荣耀V30 Pro平均帧率59.6帧 帧率波动1.3帧 小米9 Pro 5G平均帧率59.8帧 帧率波动0.8帧 不过在闪存读写方面 荣耀V30 Pro顺序读1456兆 顺序写437兆 随机读218兆 随机写223兆 而小米9 Pro的5G顺序读745兆 顺序读496兆 随机读134兆 随机写170兆 荣耀又大幅度领先小米 用UFS2.1而不是3.0 几乎是米9 Pro的最大潮点之一 说UFS2.1够用 不是短板是假的 尤其高手对决的时候 真的分秒必争啊 应用打开速度测试 同为8G RAM的情况下 20款应用 第一轮打开 荣耀耗时83秒 小米耗时98秒 两轮应用打开荣耀共耗时124秒 小米耗时150秒 荣耀只杀了一个后台 小米却杀了三个 拍照方面 荣耀V30 Pro采用4000万索尼IMX600 加1200万电影镜头 加800万长焦三摄组合 这个电影镜头 这个大家听听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懂的 其中4000万主摄和800万长焦都支持光学防抖 而小米9 Pro 5G了 它是4800万索尼IMX586 加1600万超广角 加1200万长焦三摄组合 但没有光学防抖 这个很遗憾 测试时我们都打开了AI 第一组微距 小米还原度比较好 荣耀有些偏色 真实颜色 其实偏橘色 IYYB排列的IMX600偏色问题 看来依旧没有被很好的解决 放大看细节 脸者花蕊都十分清晰 但边缘脸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模糊 荣耀要稍好一些 第二组人像 荣耀把红润的脸拍成了蜡黄色 放大发现小米把眼镜边缘都虚化掉了 衣服裤子上的纹理也没了 荣耀的解析力要好于小米 第三组超广角 荣耀广角不够 需要往后退五步 大概是三米的样子 才能得到像小米一样的构图景别 放大看细节 小米解析力高 但纸边和边缘涂抹感强 荣耀锐化过度 但画面观感要好于小米 第四组夜景 无论是整体观感还是画面解析力 荣耀都秒杀了小米 第五组极限夜景 小米依靠十四分之一秒的曝光 真实还原了人眼所见情况 荣耀则把曝光提高到了八秒 不仅还原出了香炉 还把周围的环境都拍出来了 所以不愧有一点这个叫夜视王的称号 4K60帧录像 荣耀画面稳定 但解析力不太高 没有规避频闪问题 小米解析力高 但没有光学防抖 所以非常抖 频闪问题同样没有规避 综合来看 荣耀凭借强大硬件和算法 照片解析力高 夜景表现要更优秀一些 视频防抖也更好 但是部分场景的话 会有偏色和过度锐化的情况 而小米9 Pro主要是吃了 没有光学防抖的亏 手机相机 根本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玄学 和那么多的算法因素 硬件有短板 你即便算法再厉害 也往往比较难补全 荣耀V30 Pro的电池是4100毫安 而小米9 Pro 5G的电池 为4000毫安 经过Bizu6小时续航测试后 荣耀还剩于30% 但小米却剩于19% 重度使用一天 应该基本都没有问题 但是荣耀V30 Pro的续航 控制的要稍微好一点 两部手机都配备了40瓦的有线快充 实测的话 30分钟都能够从0充到80%多 非常快了 小米用时50分钟就显示充满 荣耀是花了58分钟显示充满 所以在快充上面 相对来说小米要更快一些 不过在捐流充电上面 小米捐流充电 再花了30分钟才充满 而荣耀V30 Pro 花了17分钟就完全充满 所以在整体的充电时长上面 荣耀V30 Pro 反而要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当然充电时间这一点差距 大家基本可以忽略 不做参考 所以从手机续航和充电的表现上来看 都不错 但是荣耀V30 Pro 要略好那么一丢丢 除了网络 性能 相机之外 这两部手机 依然很有看点 荣耀V30 Pro的工业设计的方案 是今年行业主流的工模设计 兼过Pro3的相机 红米K30的挖孔加侧边指纹也是这样 现在面部解锁加指纹用起来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方便 而小米的屏下指纹加水滴方案 个人觉得更加成熟好用 从观感上 米9 Pro的屏幕也更加优秀 但无论是双挖孔屏 还是水滴屏 对我这种强迫症都不太能接受 两部手机的NFC和红外遥控是都支持的 但两部手机都是单扬生气 荣耀的转直马达手感实在是一言难尽 我个人不能接受这样的震动反馈 建议大家买之前 可以去荣耀的线下店去体验一下 看你能不能接受 有些人觉得又无所谓 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两部手机 如果从5G的卖点来看 那么荣耀V30 Pro的表现 要远好于小米9 Pro 在性能相机续航上 荣耀V30 Pro的表现更好 但屏幕扬声器 尤其是转直马达上面 是短板 在屏幕充电和工业设计上 小米9 Pro相对更加成熟 但短板更多 在5G网络性能相机上 都没打得过荣耀V30 Pro 我个人更喜欢小米的品牌 但小米9 Pro这一仗打下来 实在是让我很没有买的欲望 小米很久都没有产品力很强的手机了 整体上看 荣耀V30 Pro的产品力要更强一些 稍微更值得买一些 荣耀和小米作为国内掐架最厉害的一堆CP 它们的互相竞争 对产品升级和行业进步都大有弊异 但从这两部手机的体验来说 我期待荣耀能够在双扬声器 尤其是转直马达这些细节上面 做得更加完善 更期待小米能够奋发改进 在5G相机各个方面的体验上 能够真正的做出有诚意 有产品力的作品 互相掐架并不一定是坏事 有种说法不正是相爱相杀嘛 但更重要的是 要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体验更好的产品 以上就是本期对比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长按点赞激活三连 祝你又帅又有钱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再见